《奔跑吧》里唯独一人不喝冠名商酸奶,6G一滴没碰,网友,够硬。 《奔跑吧》这档综艺节目虽然沿用的是韩国Running Night的创意,但是,其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却也做出了不少改变,而这档综艺节目从第一季播出的时候开始,就非常受到大众关注。 如今《奔跑吧》兄弟第六季也已经开始,而网友们对于《奔跑吧》兄弟这档综艺节目的热爱程度还是可见一斑的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现在的《奔跑吧》就像是人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,尖狭的时候就停下在挤手头上的一切工作,躺在沙发或者是床上舒舒服服地享受《奔跑吧》带来的欢乐时光。 而在节目当中最让大家喜欢的还是那几个固定成员,这些年他们每一个人已经深入人心,所带来的欢乐也是其他的节目替代不了的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当然,《奔跑吧》作为一档十下热门的综艺节目,自然是少不了品牌的赞助的,而看过《奔跑吧》这档节目的人应该都知道,这档节目是由安慕西酸奶赞助的,在节目中,安慕西酸奶出镜的几率也非常的高,甚至由网友直接说, 安慕西酸奶出现的几率甚至要比嘉宾们都高,安慕西酸奶不仅出现在游戏环节,而且,跑男团的成员们和嘉宾都会时不时地喝一下安慕西酸奶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不管是盒装的还是平装的,总之会喝上几口,对热巴仰头大口咕咚咕咚的场景记忆尤为深刻。 还有李晨和安慕西酸奶也是,喝得比较多,而且他们还是代言人。 作为在成员当中的搞笑担当,陈鹤也喝过不少的酸奶,而且有时候是节目组游戏的需要,陈鹤还会喝出不一样的梗,果然综艺达人就是综艺达人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但是看了这么多记得奔跑吧,小编发现了一个细节,却唯独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喝过,那就是邓超。 网友们发现这一事实之后,就纷纷吐槽说,邓超为什么不喝安慕西的酸奶呢?难道是觉得酸奶不上当次吗? 不过事实的情况却并非是这样,邓超之所以选择不喝安慕西的酸奶,其实就是因为邓超本人是萌牛的代言人,所以是不能在节目上喝另一款,因为会对品牌影响不好。 作为品牌代言人,邓超自然要管好自己的言情,所以他不喝安慕西的酸奶,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。 网友表示,真的很硬气,也很敬业。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奔跑巴黎为独一人不喝冠名伤酸奶,6G一滴没碰,网友,够硬。